好 既然我們談到油價 詭譎多變 那麼跟油溪相關的個股 要怎麼操作呢 等會來做解讀 好 這個階段 新家有討論的來賓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徐玉玲 娟姐好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網網投資總監蔡明璋 大家好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崇維良 娟姐好 大家好 蔡總趕快幫我們來解解 因為剛剛特別談到了油價 油價現在詭譎多變 那麼跟油價息相關的航空 跟速化要怎麼操作 我們先看一下航空雙銷 因為現在油價下跌 但機票在漲 華航跟長榮航六月的營收 MOM其實變動度不大 但是在客運的收入 MOM都大增了60% 這個是外界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一個亮點 另外一個在國際的消息面 今天晚上 這個達美航空的財報 財報 華爾街認為說 這一次的所有美國股市企業的財報 大家都不期待 但航空股有可能成為少數的亮點 另外一個中國這個部分 中國民航局要注資30億 給他們的航空 所以這些航空股上漲 好 那我們等一下請副空幫我們 敲敲打美 我們來看一下打美的股價 現在的表現 不過我們先來看國內的 華航和長榮航空 在今天長榮航表現比較凌厲 盤中幾乎逼近漲停板 對 我們看它的K線 它現在似乎準備向上突破 因為它上一波35跌回28塊 大家以為結束了 盤... 今天拉了一根 留了很長的上雨線 它是準備來供這一塊35塊 所以一定有壓力 今天難得這個大漲的時候調解 再來我們看一下2610的華航 它這個形態又有點不一樣 它是出息了一個低點之後 又盤到22塊 然後打底 其實這段時間它已經橫跨了 差不多一個月以上了 所以低也跌不到哪裡去 要往上 雖然航空雙雄今天股價 都沒有縮在最高 但看起來關鍵在油價 油價6月份的時候衰退交易跌了10% 7月到目前我看一下又跌了9% 假如這一次拜登到中東 又達成增產協議 對 萬一油價往下的話 那這有可能 這個航空雙雄就往上 目前布蘭特原油的最新報價 在昨天崩環市大跌了8個百分點之後 目前是出現了反彈 目前是在100.25 另外蔡總有提醒 在今天晚上重量級財報 要看就看打美航空 打美航空現在在期貨盤的交易 我們可以看到市場的預期心理 應該是偏多的 因為目前是上漲了1.8% 將近有兩個百分點的漲幅 很有可能持續反映在明天的航空股 不過今年的塑化股很難做 對 我們看一下 今天有一個意外的亮點 就是傳產當中 二線的塑化 台劇 亞劇 連程到台大化 平均的漲幅都有超過5% 那為什麼 這個邏輯是這樣 我們直接看它的K線 1304的這個台劇 去年很好 很賺 那今年上半年油價也很高 但是股票一直在點 都沒有表現 為什麼 因為油價太高 他們都做中間的塑膠原料 所以終端需求就不搶 不搶了以後 那下有不回補庫存 所以你沒有辦法轉嫁那個成本 所以對這些二線的塑化做中間的 他們要怎麼樣 要油價適當的回跌 跌到下游說 好 可以這些原料我可以回補了 回補了以後它才有行情 所以現在是不是 現在輪到他們了 還不確定 但是有那個機會就是說 市場有一股力量 可能在預期油價會跌 那油價對 跌對他們是利多 對 對他們來講的話 什麼時候油價出現明顯的回跌 二線塑化就有機會動了 對 尤其油價要連跌兩個月 6月跌 這個月繼續跌的話 因為這些股價都很低 今年都沒漲 籌碼乾乾淨淨 但是你說它獲利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至少它有一定的水準 比如說我講的這個台積 現在注意 它23塊 但是今年的EPS 估計還是有接近2塊 2塊的話當然不如去年 但是你2塊的話 20幾塊的這個股價就不貴了 好 那還是要持續關注 油價的變化 航空股到底能不能做多呢 各位怎麼看 我們也舉一下牌 來 請舉牌 航空股各位怎麼看 我們看到 物票圈 我們剛才談到 這個牌到底能不能扭轉頹市 有兩個坎要過 雖然國安基金已經注入了強心針 讓多特有了信心 但是這個兩個坎還是得過 一個坎當然就是 在明天的台積電法術會 還有一個坎是 在今天晚上8點半 美國所公布的CPI數字 那麼昨天真的是嚇到投資人 竟然傳出CPI有可能來到10.2 讓昨天的美股 因為這個消息而殺了尾盤 後來說是烏龍一場 烏龍一場那不是10.2 會是多少呢 憨國突然在今天升血涼 好 那我們來殺盤推演一下 我相信不會是10.2 為什麼昨天會有那個烏龍的10.2 跑出來讓美國殺尾盤 而且竟然美國投資人還相信 這個10.2是怎麼回事 其實就是在公布CPI的前一天 網路上推特流傳了一份報告 這個報告看起來 看起來這滿真的 真的很像真的 他其實這裡面就講到說 CPI將會飆到10.2% 嚇死了 比上個月的8.6還要再衝高 所以大家嚇到 可是普通的衝高 還是衝得非常高 又增加1.6個百分點 可是網友就扮演柯南的角色 仔細一看 我們看這一次流傳的報告 是左邊這一份 網友就對照 上個月公布出來的 5月CPI的報告 底下的藍色的圖表 柱狀圖 你會發現一模一樣 只是他瞧瞧的把所謂的5月 改成了6月 所以其實證明了說 這份報告根本就是捏造了 所以昨天尾盤是白殺了 問題是今天晚上 CPI現在市場有些預期 我想預期最多的應該是8.8 對 其實應該是說8.8是 目前蓬勃調查的 這個算是華爾街投行的共識 但是事實上也有一些機構 已經預測到 甚至可以可能觸及到9% 不過我覺得 其實今年大家在看美國CPI的時候 最值得關注的 不是這些傳統華爾街的大投行 而是過去默默無名的 通膨衍生商品交易員 因為從今年美國CPI 4月份暴衝之後 大家一直覺得5月了 6月 好像都要開始緩降了 只有他們獨牌眾議認為 這個CPI還會繼續往上 所以今年他們比較準 比較準 很準確的看法 我們就要值得留意了 他估計6月份的CPI 的確是會再創高來到8.9% 不過這個8.9% 應該也會是今年的風值最高點 接著7月 8月 9月 其實會慢慢開始降溫一些 但是當然耳後的 從6月到9月這4個月份 都還是會維持在一個 比較高檔的8%以上的區間 所以看起來應該說 整個通膨的壓力 就有可能 今天晚上就是今年的最高點 對 所以就是說 會持續一段時間 但是應該說 最壞的就即將要過去了 只不過現在這個壓力 其實在全世界都炸開來了 韓國今天升息了 升息兩碼 升息兩碼是1999年來 算是他們最鷹派的升息 因為他的CPI標到也滿嚇人的 6% 24年來新高 其實現在韓國 上班族創了一個名詞 叫午餐通膨 什麼意思 中午休息想去吃頓飯 你幾乎找不到1萬塊 韓元以下的餐廳 折台幣大概只有200多塊錢 就連一碗炸醬麵 大概都超過這個價錢 所以很多上班族 現在下班之後 縮一節食 開源節流 很多爸爸也都變好爸爸 早點回家吃晚餐 省去很多交金一頭 反正外食現在很貴 在韓國 我們看台灣的部分 3.59 3.59當然也是14年的新高 但其實最近也看到一些 算滿沉痛的消息 像彰化有一個養鴨阿伯 他把這個養的1萬多隻小鴨 無條件的含血含淚送給別人 為什麼 因為現在飼料費用太貴了 養不起 他一個月飼料費用支出 就十幾萬 所以他等於是養一隻鴨 賣出一隻 要賠兩隻的概念 因為其實上游的價格漲比較快 現在其實很難 完全順利轉嫁下去 所以其實看到台灣的物價 我們也都很有感 好 所以連養鴨阿伯都弄白掉了 但是我想投資人最關心的是 如果這一次的CPI 不管是8.8還是8.9 就已經是今年最高 後面會越來越低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利空出境 有可能 非常高的可能 如果以史為見 看過去的例子就知道 這個是CPI的走勢 其實像1970年代的時候 CPI來到這邊8%之後 就跟現在的情況很像 股市原本是要打底 結果沒想到CPI失控繼續標 股市才會再大跌一段 這一次如果能夠在8%多這邊 8.6% 8.8%附近 見到高峰的話 其實股市就有可能 我們看過去的經驗就知道 CPI的高點 幾乎就是對照股市的低點 同時再從歷史的一個數據 來回測 我們往下一張看 其實在通膨觸頂之後 經過不管是6個月 3個月 一年之後 也就是說時間拉長到中長期 3個月後平均可以漲2.9% 6個月後平均漲到6.0% 12個月後 大概可以漲幅超過一成 所以我覺得其實 股市慢慢的 其實也有點感覺波雲見日了 也就是說當CPI觸頂之後 股價包括指數就有機會觸頂 沒錯 那國安基金幹嘛要進場 其實不用進場也會漲 說不定 白花子彈了 說不定還給我梅花子彈 個股你怎麼看 所以剛剛講到 其實抗通膨的股票 這個當然接下來不是說 如果CPI往下走低的話 他們就沒機會 因為你其實還是要回歸到 就是說他有沒有其他的題材 來做加分 像育榮本身資產豐厚 還有轉投資的收益 立期是因為自行車的需求 建大也是像機車胎 自行車胎 寶雅說很多小資族喜歡去逛零售 帶一千塊去就感覺自己 像有錢人一樣 浴金光其實它主要是供貨 中低階的手機鏡頭 最主要我們可以看到 紅寶今天股價亮燈漲停 它主要就搭上無接觸支付的商機 我們看一下 這一波其實無接觸的支付商機 當然跟很多大家評價消費的場所有關 包含像美國的龍頭飲料廠 另外像加油站洗衣店賣場 無接觸支付的意思是 好 就像我們去消費之後 就像大陸拿手機去付錢 對 那個手機或拿個卡片 就可以感應支付 你不用其實跟人跟人之間 直接拿出現金來做交易 事實上因為它訂單已經很滿了 加上缺料問題緩解 所以其實前四個月EPS達到2.05元 如果照這個獲利的數字 來預估看的話 全年度是不是有機會賺到6塊錢 代表本益比大概目前只有10倍 所以相對來看這個股價 這一段時間它其實做一個中斷整理 大盤跌的時候它表現抗跌 尤其像昨天盤勢重挫 它反而是一根紅K往上 那今天大盤反彈之後 它就強力攻上漲停 然後順利的突破這個下降切線 所以我想在整個技術面格局 也算是一個轉強確認 那這兩個股因為業績好 大家可以去做追蹤 好 我們剛才談到有兩個坎 對大盤而言非常重要的兩個坎 一個是台積電明天法術會 一個是CPI 那這個兩個坎都已經談完了之後 我想問問各位的意見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個地方 扭轉心態偏多操作 可不可以做多了 可不可以認真做多 可以的 請舉圈 請舉牌 好 我們看到一 二 三 四 四票圈 一票差 我以為為什麼可以差 我覺得接下來CPI六月 然後再來九月 但是剛剛薇良說 六月可能就是觸頂 就是最高 所以行情變成說 最好的狀況就是不跌 就是震盪省點 我覺得翻多應該會在冬季 大約在冬季才會翻多 你要明確看到CPI降下來 你認為才會反彈 對 而且大盤其實目前是走勢 也是空方的一個走勢 就變成說各個表現 你認為技術面還偏空 是 CPI不會是問題的 為什麼 8.7 8.8都在一起之中 那8.9呢 不會那麼高 不會那麼高 重點今天晚上大家看的是 核心的CPI 核心CPI 因為扣除能源跟食品 可能會從之前的6%降到5.8% 所以核心CPI會先降 對 因為白宮有講 油價已經在跌了 所以7月油價跌低延的話 美國的汽油也會開始跌 那白宮也滿奇怪 那既然這樣的話 他之前幹嘛催來注下呢 不是 說CPI可能會很糟 因為他要塑造一個 油價會跌的氣氛 拜登總統才去沙烏地阿拉伯 才有談判的籌碼 你看油價都要跌了 你們還要怎麼樣 我覺得他是這樣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最 問題不是在CPI 那問題在什麼 企業財報 財報周 我告訴你喔 所有美國跟台灣的企業的 華碩跟財報都還 就上一次低劑的時候都是看好 現在要轉為前面的保守的時候 股市才會落底啊 那你為什麼要舉圈啊 因為你那個喔 我告訴你 現在所有的人都已經 幾百起投降了 只有一個人還沒有投降 就上市貴公司老闆 他嘴巴還很硬 他降低了市場的疫情以後 股價就開始落底 就會真的會漲了 那我們現在等他 就像陸石之說的 就看吧 現在法說會可能 等這些老闆不要漲得太滿 等他們保守言論出來之後 就是落底的時候 對 那國安基金 國安基金今天有幫忙嗎 國安基金我告訴你 口水幫忙 我覺得今天他只有買一檔 就買台積電 其他可能都沒賣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三成嘛 但是其他的股票漲 可能是當充客在吃 國安基金的豆腐啦 對 所以有很多股票漲嘛 我看不是只有當充客 在吃國安基金的豆腐 頭信也在吃國安基金的豆腐 我們來看頭信在今天 趁著大家以為以為 國安基金有進場做多的情勢之下 進場去追高了 追高什麼樣的個股呢 包括漢翔和胡連 在今天創下新高 所以我們請衛員帶我們來看 頭信很趕對不對 反正你們認為這個地方要漲了 如果國安基金要進來互盤 在今天大漲的情勢之下 他進場去追高了 我們來看得到 今天頭信的一個買賣超 其實他買的相對還是保守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名買漢翔 鷹葉達 但他買很多強勢股 對 強勢 相對強勢 我不是說他金額很多 而是他今天買的 不是那些跌得很深的 而是一些相對強勢的股票 那個頭信也會看線 頭信學乖 他現在也會看線 他先追一些比較強的股票 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 攻擊跟保守都有 好 我們來看個股 頭信到底在追什麼樣的個股 如果從技術面細型來看 這些都是頭信買超的股票 對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包含像元宇宙 像車用 像航泰 甚至網通 其實是這一波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強的一個族群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元宇宙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 我就講兩檔 那個時候我說 元宇宙最強的不是宏達電 是哪一檔 是劍達 劍達 為什麼呢 因為他總是會給你驚喜 為什麼會 有 我還記得我還問你說 劍達跟初期待有關關係 對 我是跟今天講說 如果你易高人膽大人 你就做得怎麼樣 你說沒關係 對 我說我敢追 那當然講上去的 那再來是 我說如果說 相對來講題材比較多的 像這個工業與宇宙 甚至像掃描的一些題材 甚至像醫療題材的話 陽明光今天當然也創下 波段的一個新高 可是當然畢竟 其實 接下來就是看有沒有業績 因為陽明光公佈業績 EPS是0.35 他第一季賺0.19 他一個月就賺0.35 所以我覺得已經反映了 已經反映了 不然他不會殺兩隻肩 直接噴到訪停板 他今天開板就瞬間就漲停了 所以這個是市場上面 所以他今天做了反映 對 市場上面直接做了反映 那當然這已經漲多了 其實就不一定要追了 其實就不一定要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車用的部分像這個 胡連 對 胡連出現創新高 那這個目前是少數車用創新高的 那這個是投信 連續做買超的股票 那像這個仲息也是 這個是6月份營收創下新高 那網通 這個航太比較偏向次族群 它的感覺有點像說 像之前 比如說大家在看貨櫃三雄 貨櫃三雄 漲得有時候不敢追或是價格比較高 他會去買誰 他會去買散裝輪 是 對 有這種感覺 今天大家看 這個航空股漲了 長榮航跟航航漲 只有這兩隻 他去買一些周邊的航拍股 對 他就去買周邊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應存在 所以這個是像陳田跟這個祝龍 今天表現都算強勢 那我今天特別跟大家講 像這種強勢的股票 怎麼去做操作 我今天比較針對操作面來講 我上段跟大家聊紅海 這一段我跟大家聊操作面上 怎麼樣一檔股票 強勢股票你可以七情七重 最後為你所用 怎麼樣 對 怎麼樣做很重要 為我所用 對 怎麼樣為你 因為最後 諸葛亮就是把孟霍收服了 他就為他所用 好 像一檔強勢股 比如說我們像建達 現在這個已經是範例 我在強調的是 建達就不要去追 雖然他會給你驚喜 但不要追 你只是把這個 對 建達的信心拿來 對 教大家怎麼解除 對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做 你切成60分的K線 60分的K線 60分K線 對 那你其實各位 這個觀眾的一個看盤軟體 都會有這個指標 你把它叫出來 就是MA軌道線 MA軌道線 對 你把它叫出來 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其實它代表什麼 它預設是這個10MA 加上上下三個百分點的乖離差 所以其實你不用特別做設定 你的軟體上面都會有 不用特別做設定 你怎麼去做 怎麼樣一招破解強勢股的操板處 當它拉上去 超過上檔的這個 所謂的乖離率的時候 這邊是一個不要去追 突破上緣 對 突破上緣 突破上緣 對 這邊短線 各位注意看 這邊短線要出 等它下來再買 突破上緣之後 下來到下緣的時候買 對 這邊做買進的動作 等它上去再突破的時候 又突破了一次 對 這邊就會做出什麼動作 然後又回到下緣 我們又再買 再買 對 再買 然後其實你就這樣 一直重複做 反正它每一次突破上緣 壓回來到下緣的時候 我們就買 對 那有一個前提 我特別跟大家註記一下 就是說它的這個MA軌道線 必須是上揚的 就像均線的概念一樣 如果均線往下緣 那當然轉接轉 它必須是一個多頭趨勢 對 它多頭趨勢 所以我們特別提醒 是強勢股 對 你做強勢 強勢股是用這個操盤法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助容 所以如法泡式的話 我認為說助容會有 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應存在 那第一個當然其實它的 基本面一定要OK 為什麼 因為它的6月份營收 跟這個第一季的獲利 都是創下歷史新高 這很重要 創下歷史新高 6月的獲利 6月的營收跟第一季的獲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的股票怎麼做操作 像助容的話其實一樣 等它拉回來 這邊其實過高都不要追 過高都會出賞點 過高出 過高出 可是等它拉下來的時候 這邊 都是壓回來再買 對 壓回來再買 這裡算過高出 壓回來再買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它長得不算多 還算是一個相對的買點 那其實像助容的話 它是做這個航菜裡面的 引擎裡面的關鍵零件 因為有些是這樣 做零件 對 有些是做那個 我這樣講 有些做周邊 就是什麼起落架 然後周邊機構 那個其實沒那麼核心 可是它說是核心 它說的是引擎的機構件 這個就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說 目前它這個壓回的話 以我們的這個操作的方法 它目前是適合投資人 去做個關注 好 回到產業面 剛剛蔡同特別提醒 CPI恐怕已經不是未來的焦點 未來的焦點是 陸陸續續要公布的財報 以及大老闆在法術會當中 到底會釋放什麼的訊息 對於未來的景氣 過去他們看得很樂觀 他們會不會修正 他們一旦修正 有沒有可能就是見底的時候 所以我們回到產業界來看 PC不是很糟嗎 已經賣得緊繃了 但真的那麼糟嗎 企業界他們開始找方法 要殺出血路 他們用什麼方法 那叫做新品裝舊舊 我們來看新聞 新聞怎麼談呢 新聞談到了 紅機現在已經超車蘋果 越居全球PC的四哥 紅機為什麼能夠表現這麼好 難道紅機沒有庫存嗎 當然有 但紅機給它包包的料 銷量還不錯 最近廣大的出貨量也不錯 甚至連華碩 韓國都說 華碩真的好厲害 華碩在韓國的市佔率 竟然贏過三星 韓國說華碩的行銷手法超狂 根本就是傳奇 所以我們的雙B 其實在外面攻城掠地的過程當中 我們覺得他們的韌性還是很強的 對 絕對不要低估 這個企業殺出血路的能力 今天PC的族群 紅機 廣達 到通路的這個燦坤都表現不錯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美國現在PC的景氣還是很低迷 我們知道PCPC都是WINTEL的這個架構 你看微軟居然全球大財眼1% 昨天中錯了4% 美國倒窮成功股跌幅最重 再過來包括了像這個 INTEL還有超委都要被降了平等 那壞消息的話PC的出貨 第二季出貨的一個減幅的話 大概是9年來最大的 所以下修了2022年的 前年的PC的一個出貨 甚至年減的14% 但是我們跟各位講過 現在最重要的觀察 我教大家所有消費電子 我們講過的PC手機到電視 反正很糟我們都知道 景氣都很糟 你都知道了 就不用再多講 現在要看業者 他們如何把庫存清掉 我剛才一家公司 那個庫存在減少 但是它的營收EPS還沒有起來 我可以保證 它的股票就開始漲了 所以它如何自救很關鍵 這個清庫存是最重要的 結果業者無所不用急急 我們來舉個例子 宏基最近的電競筆電 是裸式的3D的技術 那你看就不用 佩戴任何的裝置 明天還麻煩 戴一個什麼大的眼鏡 可是這個技術它之前就有了 有 重點就是 它以前就有這個技術 那為什麼現在要推到電競筆電 因為加電競筆電不好賣 庫存EPS 要把它清掉 清庫存就加新的裝備 對 我要讓消費者覺得 很厲害 這個新的技術 我要來買 這個叫清掉庫存 這樣的情況它是緩意 你看 6月的營收309億8年同期的新高 並且這張表告訴我們 超車蘋果成為PC的四哥 超車蘋果成為PC的四哥 你看我們現在全世界第四大 就是我們的HP 對 聯想 但超越了蘋果 本來蘋果在它前面 所以排在它前面的是 聯想 聯想 HP 和DALE DALE還在砍單 還在大砍單 我們SF追上去了 所以表現不錯 對 而且陳俊勝身體力型 他當時有承諾說 紅星你不要看股票 除息後貼息 點那麼多 我們來買 我自己下去買 他真的6月就買了1033張 而且其他的高階主管 都有加碼股票 所以我們看股價 好像也跌不太下去了 盤在那個地方 好 盤在那個地方 在外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個雙A的華碩 我們知道韓國人很在意 別人如何看待自己那種文化 所以韓國的星巴克 進去的話 聽說啦 紫英希 戴著Notebook 是那個蘋果Matebook 其他牌不准進去 然後你帶別人進去 人家也不給人進去 然後你也怕拿過來 看起來會更小 結果華碩就在韓國 出了一個影片 這個是嘲諷的 嘲諷的時候 最後結論說 這是一個動畫是不是 對 動畫 我去抗議 抗議 最後韓國的星巴克說可以啦 這個ASUS也可以進來 下午的時段 也可以進入了星巴克 結果這段影片 竟然引起了巨大的迴響 有兩百萬次的人觀賞 成績出來了 影片再怎麼多人看都沒用 成績最重要了 今年的第一季 南韓筆電的銷售市佔第一名 華碩 竟然超過三星 那有沒有清庫存 其實我們看代工 代工廠的這個業績 包括廣達 偉創港 仁寶 你注意一下六月的營收 他們當然跟中國解除封城 取得料源比較順利有關 但是你看一下都雙增 也就是MOM YOY 都是在增加之中 這個就是清庫存 很順利的一個情況 因為你那個品牌廠 沒有把庫存清掉的話 怎麼會再下單給代工 對不對 那庫存沒有更多 這個邏輯大家看清楚 但是相關的股票如何選擇 因為現在我們說露出曙光 但是股價馬上要漲不太容易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松A 尤其我們看華碩 因為華碩的庫存比 宏基的庫存比華碩少 宏基庫存比較少 對 華碩還比較多 因為華碩第一季的庫存 是1900多億 這個YY有八成 所以現在是比誰 有辦法把庫存給清掉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2353的宏基 這個比較值得看 因為這個是除息 因為它息很大 兩塊多 除息有一個缺口 什麼時候把這個缺口給補 或者說不要全部補 補一半 宏基就落地 所以我們教各位技術分析 就是說這個低點是20.5 是不是一個底部 不知道 可不可以買 不知道 但是你假如乘以20% 就乘以1.2 大約就差不多24塊左右 能突破24塊站穩了以後 這個就落地了 那回來我們看六公格 你可以看到我剛才提到的這個代工 最近比較強的是廣達 對 2382的這個廣達 廣達 各位可以看到 廣達這一波的低點並沒有破底 並沒有破底 對 相對強勢 對 相對強勢 但是現在最先轉強的都不是他們 我們來看是在這裡 為什麼 燦坤 燦坤就是那個三星賣場通路 在賣筆電的 所以你看他的那個業績 因為他 我看他第二季的營收 還比第一季增加 第一季EPS一塊 所以他等於第二季還會賺一塊 那全年度賺四塊 賺四塊的公司現在33塊 但是股票是很難看 一路跌 一路跌 但是你看最近從30塊 有點跌不下去的味道 有點盤 再問我們看一下那個另外一個 就宏羲集團 做電腦PC的零組件 建計 只有他從這個低點已經漲了兩成 看起來非常B轉 有好幾根漲停 那今天被公佈了那個獲利的話 6月的EPS 轉移了去年整個第二季 歡迎就來就是說PC雖然很糟 但依然露出曙光 好 我們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帶你來關心的是 那大戶到底有沒有進場呢 我們從國安基金談到外資 談到投信 我們來談談大戶 大戶到底買不買國安基金的單呢 大戶今天有沒有進場 來問一下玉琳 好的 那今天其實算是 類股全面起揚 因為國安基金互盤的一個 利多加持之下 但是我認為在明天過後 股票會開始分化 所以盛著今天大漲的時候 要檢視自己手中的股票 那我幫在這邊幫大家整理一下 大戶有在進散戶在退潮的股票 而且以產業技術現行 籌碼都相對比較好的 那第一類是工業電腦 抗通膨的概念 剛剛我也特別講到 紅寶的這個股票 因為剛剛突破了下降壓力線 那再來華漢的這檔標的 它剛好是鴻海集團 而且它也有工業電腦 那更重要的是 它已經足底了大概 四個月以上的一個走勢 那再來看一下大力光明 要召開法說會 我認為它只要不要說太壞的消息 在這裡都有機會來助表態 那陽明光的部分 今天形成了一個卷資比高達三成 而且投信站在買方 今天強勢的鎖上檔停板 那再來網通的部分 我幫大家選到的是智邦 智邦的這檔標的 它至少技術線型 有整理四個月以上 而且卷資比高達12%以上 投信也站在買方 那這檔標的保一 它是屬於政策加持的 航態概念股 那也是屬於外資 站在買方的部分 峰迴大家都可以特別關注 所以這些是大戶有進場 對 大戶有進 然後散戶在退 有戶業電腦 有光學 有網通 有航態 好 那我們再往下來看 好 這些大戶有進場的個股呢 我們特別來談談大力光 因為明天大力光 要召開法說會 對 那我們再從技術面 所以它應該不會更糟了 它不會更糟 為什麼 因為它比大盤 還要先行落底 它在5月10號的時候 大盤都還沒有落底 但是它提前落底了 它比大盤提前落底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技術線型 它已經打底了三個月 屬於一個頭肩底的架構 再來這一根K線是關鍵 7月7號的這一根的 帶量長紅K是一個關鍵 只要這一根長紅K的第一位 有手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大力光都有機會 往上來去做表態 那玉琳有沒有大戶在落跑 當然有囉 因為我說過 明天開始 甚至下禮拜開始 在想在今天大漲 一定有人趁機落跑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要趁著大漲的時候 去檢視手中的持股 尤其手中的持股 產業前景是往下 大戶持股又在落跑 散戶又在增加的 這個反彈上來 要先站在換股的賣方 當然塑化這一波當然跌得很慘 但是它沒有任何轉牆的跡象 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大戶在落跑 散戶在進場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的標的 反彈一樣站在賣方 像是雅劇 像是台劇 那散裝的部分呢 下半年的一個景氣 其實是有疑慮的 所以這一波的育民跌得很慘 那大戶也在做退場 而且散戶呢 籌碼不斷的在向下來去做攤平 所以這檔標的反彈 我也是認為站在賣方 那正德的這檔標的不用說 因為要撤到前低了 而且大戶持股 又不斷的站在賣方的情況之下 散裝的這個標的反彈 預壓要先站在調整換倉的部分 那記憶體的部分呢 整體的產業趨勢都是向下的 所以不論是金豪科 或者是群聯而言 大戶的一個持股是向下 散戶的持股是增加 所以我認為預壓逢台 要先站在調整換框的時候 好 所以這些個股都是反彈 一定要站在賣方的 對 沒錯 好 我們回到產業界 帶您來關心的是 最近太空商機非常火熱 網通族群也持續在做表態 我們來談談太空商機 美國有一支尾伯望遠鏡 說替我們找到了 將來移民的新方向 移民太空有機會嗎 說不定真的有機會 因為他們現在發現有水的行星 那中國說我的天眼也不遑多讓 所以現在美中在太空 也是拚得很激烈 陳彥 對 今天整個網通股的表現 相當的強 但娟姐 我們先看一下 這六個股票其實真的都很強 像其實今天有很多的來賓 都有提到 你看像台陽 寶衣 建漢等等 那包括漢翔也開始又動起來 最近太空商機很熱 我們來看一下新聞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在今天有一則 非常有意思的新聞是 微博望遠鏡拍到了超清晰的宇宙全彩照 部分古老的光影來自138億年前 這可以說是人類的大突破 據說他們找到了有水的行星 這個行星上面有水蒸氣 那麼微博太空望遠鏡 星團全彩照在今天公佈了 那麼中國馬上就跳出來說 我們也有太空望遠鏡 和微博望遠鏡相比如何呢 他說我們的望遠鏡很便宜 而且預計在2024年要發射 對 基本上我覺得這又是在太空領域的 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你看到拍到138億年前的一個紅外線 這個照片好清楚喔 對 而且相當的清楚耶 相當的清楚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它本來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去拍 去照那個光譜嘛 結果照到的這一個行星的代號是 WASP96B 這個是1150光年 這麼遠 跟我們距離這麼遠的 然後它透過光譜就發現說 奇怪 這個光譜這樣上下 這個椅子應該就是水蒸氣 那有水蒸氣它就是有水囉 有水那就有雲囉 那是不是這個地方就適合居住 就生物能夠住在這個地方 不過目前他們的評估是覺得說 這個距離那個母恆星稍微比較近一點 可能太熱 可是 太熱喔 可能會太熱啦 但是未來沒關係 我們就穿防熱衣或什麼 如果要移民到那邊 應該有機會喔 但講到這個韋伯這個望遠鏡喔 去年聖誕節其實就發射上太空了 然後重點 很貴耶 一百億美金 重點是什麼 花了一百億美金 這個也不是關鍵 因為錢這個哪有什麼 重點是花了25年耶 總共推遲了18次 總算發射成功 而且如果我們去看這個韋伯望遠鏡 它前面有個反射鏡片 我們就在想說 你怎麼可以上火箭呢 因為這個反射鏡片 它的這個直徑是6.5公尺耶 你看那個每一個 那個六角形的那個鏡面 總共有18片耶 而且它好大喔 這個望遠鏡 各位朋友 可不要把它跟自己家裡的望遠鏡 想到一塊去 那是完全不通的 這是百億美金的望遠鏡 超大 家裡那個只能看對面那個陽台 這個是看到 你看那個幾框黏去了 它要運進去也不容易對不對 它裝進去也不容易 基本上它一開始的設計 就是要可以折疊的 所以這些巨型鏡片 鏡片是可以折疊的 包括它的架子 你看影片上面 它當時是折疊完 到了外太空以後 再展開的喔 再展開的 所以這整個 就可以讓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威力 不過講到這個喔 還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它那個鏡面的 那個溫度其實高達攝氏110度 可是它的背面卻是 零下200多度 為什麼 就是要防止那個熱訊號 熱雜訊的一個產生 所以會產生這麼大的一個溫差 這是這個韋伯望遠鏡厲害的地方喔 一個望遠鏡有兩種溫度 110、220 攝氏110 零下220 所以100億美金啦 這錢不太會花的啦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中國的天眼有厲害嗎 對 但先講這個天眼 其實它為什麼說便宜 因為它才花11.5億人民幣 但是到 11.5億而已 對 人民幣 而且說每天維護 反正就是這個40萬人民幣 就可以搞定 所以它一直說我比較燙 而且11.5億還是人民幣 還不是美金 但是有沒有厲害 因為它的這個鏡面的寬度 500公尺耶 很驚人耶 500公尺喔 鏡面的寬度 然後呢 30個足球場這麼大 那重要的事情是 它真的有發現疑似外星的訊號 它說它是最早抓到 這個外星訊號的設備 什麼叫做發現外星訊號 這個叫做外... 快射... 有接收到外星人的資訊 一種射電爆平的一個坡 就是那個坡 跟我們一般來講是很異常的 很異常的這種訊號 接收到 可能是外星人的資訊 對 然後這個訊號 接收到這個訊號的訊息出來 之前其實有一個英國 非常知名的物理學家叫霍金 霍金 它其實非常反對 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接收到外星的訊號 那是不是代表外星如果有先進的文明 也會收到我們的訊號 那不得了啦 那太空大戰會產生耶 那外星人就會來佔領我們地球 我們這個地方這麼適合人居住 所以雖然天眼很得意說我可以發現 他真的看到幾十億光年 幾百億光年 測量到這麼遠的距離 而且更可怕的是 反正現在他就說他領先科技是50年 他要再做五個 再做五個 然後就六個這樣組合起來 可是其實確實我也蠻怕外星人來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對不對 因為我只會國語台語跟台灣國語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我們來講個股啦 我們來講最近的網通 最近網通蠻強的 因為最近好多跟太空有關的新聞 對 其實基本上網通類股 最近我覺得它的成熟度會越來越好 那這裡面我們就來談一個漢翔 其實漢翔當然還是有它的一些 要注意的 就是它的交易量比較少一點 但它的交易量比較少一點 所以如果要操作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確實最近外資跟投信同步在看 那投信如果敢買 我覺得我就比較不擔心 因為投信其實很在意流動性的 那為什麼呢 雖然說它第一季只有賺0.22 可是我們看它最近營收的 年增率的強度非常的好 而且包括月增率也上來 像剛才 連續兩個月都是成長 對 沒錯 沒錯 就像剛才蔡總講的 其實很多東西 它後面會開始發酵上來 那因為它現在跟成功大學 在合作 太空探測器的煮散熱板 你看110度 220度 110 220度 這個散熱應該滿重要 所以我覺得線型滿漂亮 可以留意一下 瑋博王眼鏡會用我們 很想著 題材就是互相相連接嘛 子曼